开始之前还请各位老铁都能给这期内容点个赞 谢谢支持 蜜雪冰城冲击IPO多次 但出于种种原因 一直都还没能上市 不过 虽然它未能上市 也提供了非常多的可供我们参考的信息 由于蜜雪冰城 确实是非常优秀的取其模型连锁餐饮店 基本上弄明白了蜜雪 就可以同时弄明白很多同类企业 比如瑞幸 芭比 爵位 周黑鸭 所以 今天 我们一起再次来看看蜜雪冰城 以及蜜雪冰城背后的茶饮咖啡行业 首先 我们需要明确的是 以蜜雪冰城为代表的奶茶行业 基本已经进入了一个清熟期 随便走到哪里 我们都能看到一大堆奶茶店 高端 中端 低端无所不包 即便是一些偏远的三四线城市 外卖也随处可点 2021年 全国限制茶饮门店数量超过50万 Top30茶饮品牌 2022年 H1竞扩张数量 也仅有3800家 由此大体可以看出 行业已经从快速扩容期 步入慢速扩容的初步成熟阶段 咱们在之前很多文章里都讲过 一个快速爆发新赛道初期 考验的是 一家企业跑马圈地的能力 就好比天上吊钱 大家想的都是能捡更多的钱 而不会想着去抢别人手里的钱 这个红利期 肯定捡的钱越多越好 如此才有足够的实力 支撑第二阶段的PK 而当一个行业从快速增长期 进入存量时代时 你增长多一些 必然就会有其他企业增长少一些 增量空间就那么多 你抢走了 别人就没了 所以 这个时候更考验一家企业的内功 能笑到最后的 都是各方面综合实力优秀的 在限制茶饮行业 进入清熟阶段时 我们不难发现 行业整体开始呈现出这样几个趋势 一 行业集中度开始提高 二 大家都开始重视供应链 标准化的建设 三 大家都更重视自己的品牌建设 关于第一条 就不需要多说了 前文讲的也够多了 存量市场 没有什么增量蛋糕 大家都要贴身肉搏 头部企业每一分的增长 其实都是后面的企业 吐出来的代谢筹码 既然如此 行业集中度自然是提高的 并非只有限制茶饮行业是这样 各个行业都是如此 现在的新能源汽车 也已经进入这个阶段 去年下半年 所长和一位头部车企的高管就讨论过 尽管新能源车市场看起来 还比较繁荣 限制茶饮也是 但实际上 当下的市场增量 主要被少数几家公司拿走了 大部分公司的日子 其实是不好过的 这里我们重点讲一下 第二 第三点 我们不妨想想看 一家奶茶店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能战胜对手的关键是什么 也许有人会说好喝 但仔细想一想 恐怕这个答案站不住脚 因为如果要论好喝 用真茶真水果的喜茶们 肯定口感远胜各种香精直至末堆起来的蜜雪冰城 可人家雪王生意就是好 门店超过三万家 盈利能力甩洗茶门十条街 是奶茶行业当之无愧的霸主 另外 现在的奶茶 不论洗茶 茶百道 霸王茶几 古名 还是耐雪 大家都差不多 你能出厚厚榴莲 草莓芒果 我也能 你能出黑糖珍珠系列 我也能 你能出生叶拿铁 我还是能 一家店的新品火了 其他店里马上就能跟进 想要复制口感并非什么难事 可口可乐不是号称绝密配方吗 百式可乐 天福可乐 不也一样搞出了可乐味 甚至在很多盲测中 都显示百式可乐比可口更好喝 更何况 口味这个东西实在见仁见智 很多人觉得好喝好吃的 换个人不一定会觉得好喝好吃 因此 搞出八十分能满足 绝大多数人的口感就可以了 说到这里 想必大家也明白了 好喝并非奶茶店的核心竞争力 做出八十分的口感 只能说是开一家奶茶店最基本的手段 那么问题来了 什么才是核心护城河呢 答案是 稳定高效响应的供应链 既然复制很容易 而且消费者对一款产品的年薪弱 每年甚至每个月 市场上红火的爆品都不一样 快速高效的推薪 且能稳定供应的能力 就置为关键 举个例子 瑞幸之前的茅台拿铁火了 一夜之间 所有的门店都能上线茅台拿铁 虽然有些门店存在断货的情况 但很快就能跟上 这就是瑞幸的核心竞争力 能快速推薪 供应链快速响应 且能高效支撑 这才是瑞幸最强的地方 如果对此不是很能理解 不妨想一想 山姆经常有东西断货 经常是想买的东西 不能及时买需要等 这就让所长很恼火 山姆也会错过很多原本可以做生意的机会 其实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 供应链还不够强 如果供应链足够强 那完全不会有问题 如果供应链足够强 推薪就可以很快 一旦新品爆了 相应企业也有能力及时承接瞬间涌进来的流量 久而久之 与别人的差距就拉开了 所以 喜茶 耐雪 蜜雪冰城等头部企业 都在上游自建水果 茶叶 咖啡基地 说完供应链 我们再来看一下品牌建设 当消费者建立起品牌认之后 购物就会优先选择品牌 这会降低他们的决策成本 当加盟商建立起品牌认之后 想加盟也会优先选择知名品牌 即便是拿投资 拿银行贷款 也是越知名的品牌越吃香 总之 拥有一个品牌后 其实会有非常多隐形的好处 所以 品牌的建设 对一家企业而言至关重要 这里不妨再举个例子 所长 如果去拜访某个客户 知道客户喜欢喝咖啡 那一定会离星巴克 而不是价格等同 甚至更贵的小众品牌 正是因为星巴克有品牌认知 客户一看就知道 什么价位怎么回事 品牌的打造 一般要着重强调自己的差异化 尽可能地与其他产品区分开来 辨识度越高越好 比如 雪王在这点就做得很好 品牌洗脑深入人心 甚至人家 在淘宝开店卖雪王周边 一年都能卖好几个亿出来 有了品牌 有了强大的供应链 自然就对加盟商很有吸引力 这意味着相应企业 可以给予加盟商更多的赋能 从而让加盟商实现更好的回报 事实也确实如此 供应链做得较好的雪王 不论和同行 还是其他业态比 对加盟商的吸引力都非常强 不论初始投资还是回报 对比其他企业都会更高 所以雪王才会有这么多的门店 截至2023Q3 拥有门店3.6万家 基本是行业top5后面几家的总和 而门店数越多 就意味着产品 易得性越强 消费者最容易接触到 也最容易买 反过来又会强化品牌认知 是一个正循环 由于篇幅有限 今天的文章就先讲到这里 这篇文章 我们主要就限制茶饮行业 进行了分析 也大体剖析了什么样的企业 最容易胜出 当然 这里虽然讲的限制茶饮行业 但对很多企业 行业都适用 大家不妨仔细想一想 是不是爵位压薄 八笔食品 咖啡 连锁餐饮等很多企业 归根结底 拼的都是供应链 品牌力 是不是很多消费行业 归根结底 都是头部集中的 之后的文章 我们再继续讲 雪王的核心竞争力 以及未来可能的几种增长方式 虽然雪王近几次上市都有受阻 但所长相信他迟早可以上市 毕竟他是这么优秀 卖得很好 卖得很好